春季电脑展即将登场 不止华硕、红机、联想等等 总计超过了220家的业者积极来参展 使用高达1100个摊位 今年更是首度规划了创意生活专区 要让科技结合生活 也为今年的春季电脑展增添不少话题 使用遥控器无人机现场飞给你看 春季电脑展即将在4月16号正式登场 今年锁定科技产品走向生活 带来便利特性的发展趋势 邀集220家厂商使用1100个摊位 那春季生活区呢 里面一个最大的特色是 我们展出了10款的空拍飞行器 最重要的是透过手机的结合 它是可以把影像及时传输的 所以我们边拍边看同步进行 一次就可以搞定 装在脚踏车上 不只能透过蓝牙听音乐 还能讲电话成为一大亮点 哈喽 你要去哪里 我在骑车 今年主要来自于就是 我们有很多创新创意的产品 对那厂商的角度呢 大概都是乐观的态度 预计的话大概就是维持往年的一个 一个特色水准 创意生活专区产品超吸睛 国际大厂当然不放过这个赚钱好机会 包括华硕联想全都参战 宏基跟携手英特尔寄出最新提杆笔电 透过内建3D摄影机 让NB顺利侦测使用者的首饰与位置 全力抢供消费者荷包 富士玄镇景红台北报道